284集《取经人》2023年7月19日 让我们一起进入神秘的西游世界 上一集周恩来遇到了观音菩萨 这时候我们直接把观音菩萨看成美国西方更好讲述 接下来我们看周恩来听到观音这么说 背天春色就是更绿了 就是满清的色彩更浓了 这时候我们可以看成1973年之后 或者你直接看成邓小平时代开始也没有问题 大家注意一下啊 邓小平时代开始周恩来已经死了 但是神仙的时间观念和人类不同 所以呢我也用神仙的时间观念来讲述这个故事 就是啊这个时候我们假设周恩来和邓小平时代重合了 这更好讲明白这个情节 你看啊周恩来听完观音的话 知道观音是好人 为什么呢 因为观音能给他夺赦给他权利 那当然观音就是好人了 毛主席说 1949年之后动物不能成精 这个意思其实啊是对真正明白世界真相的那些高层说的 就是你们不允许再夺赦了 那周恩来能不和毛主席拼命吗 这个周恩来一路夺赦呀 不知道多少代了 现在你不让他夺赦了 那周恩来必然要谋害毛主席 这个事啊 咱们都不说路线斗争了 这个事事关周恩来自己的小命啊 毛主席让他这辈子活完你就赶紧死 周恩来当然不干了 现在看到观音来了 就是周恩来又能夺赦了 所以观音就是周恩来的大好人呢 于是周恩来下马 周恩来下马就是毛泽东路线彻底被终止了 所以此时你可以堪称邓小平上台就准确了 周恩来对观音称呼大法长老 你看到吗 这里大法两个字就对应了现在的法律界那帮大法党 大法党的最根本目标就是废除死刑 就是一个人不论犯了什么样的罪都不能判他死刑 没有了死刑 那么这帮人就可以放心的安排夺赦了 如果有死刑 那么他们万一准备还不好呢 那不就意外被枪毙了吗 然后呢周恩来说 观音菩萨你这个袈裟正好给陈玄藏 陈玄藏此时就是邓小平 于是他们一起进入了东华门 此时你可以认为是邓小平时期 美国西方直接来到了中国最高层 他们占据了主导地位 中国就此沦为了殖民地 然后美国人就进入了中国的最高层 你看这一句啊 观音和目差更不行礼 看到吗 如果你不理解这句话 那你就看看这个图 你看看 美国总统尼克松在毛主席面前 他是如何的低三下四点头哈腰的 同理你再看看啊 邓小平在美国人面前 你看到了吗 美国总统啊 他都不站起来 他就坐着和邓小平握手 这是什么呀 这是主人和奴才的关系 那个主人都不屑于站起来 而邓小平呢 你看就这个奴才样 那是活狗腿子一个呀 他就如此低三下四的站在美国人面前 而对方可就是稳稳的坐着 你看那个身体 他都没有完全侧过来 就是侧着对着他 都没有完全正面对着他 这就是对邓小平最大的侮辱 也是对中国人民最大的侮辱 而邓小平呢 你就看看他这张脸 那个喜不自胜的样子 你看到了吗 就这个就是咱们伟大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 就这么个玩意儿 一个标准的美国奴才 他设计的路 你觉得他设计的这条改革开放的道路 能把中国带到哪里去 显然他就是一路将中国人民变成了奴隶的奴隶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邓小平他自认是美国人的奴隶 但是他既然有了奴隶思想 那么邓小平在国内 自然他就将中国人民要变成自己的奴隶 看到了吧 这就是改革开放的本质 他邓小平要将全体中国人民变成奴隶的奴隶 这个小矮子现在是活到头了 一旦呢 玉帝传旨 我就去砍下他的狗头 大家耐心等待吧 此时唐太宗大喜 看到吗 他一看到观音菩萨就大喜 他知道自己可以夺赦永生了 他还问这个袈裟有什么好处 这就是邓小平问 我出卖我的国家 我能拿到什么好处 观音菩萨就说了袈裟的一堆好处 我们就看最后一句 自从佛制袈裟后 万劫谁能敢断僧 这就是说 自从佛教出现 一直到现在 没有人能斩断宗教传播 这个佛教是代表所有宗教 如果具体点说 就是九转灵魂出现之后 他们这帮人就一直转来转去 他们就不死了 他们一直在人间作妖 然后唐太宗又问 九环西账的好处 观音又说了一堆 唐太宗说 我买你的宝贝 此时我们注意 这个地方说的就是 花钱和不花钱的区别 买宝贝就是不做卖国贼 不花钱买 就是做了罕奸卖国贼 观音说 我这个宝贝是送的 你不能买 这就是说 这个宝贝就是夺赦和权力 只给汉奸卖国贼 爱国者 革命者 你是花多少钱都买不到的 接下来呢 这俩人就算谈妥了 就是观音找到了汉奸传人 就是邓小平 他通过谁找到的呢 你看啊 是宰相扯住观音 这就是说 邓小平和西方邪神搭上关系 中间是周恩来 川真引线 这个周恩来就是张川真呢 然后 观音去了土地庙中隐藏 土地庙你可以理解为 中国的政权 观音就是美国 美国在邓小平刚上台 就隐藏在中国的最高层 暗中控制中国 所以邓小平的改革开放 其实就是美国人做的全盘计划 那你说美国人做的计划 能对中国是好的吗 显然不可能啊 只是因为美国人最善于宣传 你想想好莱坞就明白了 而毛主席时代的中国人 刚从满清民国走出来没有多久 实在是那个时候的人呢 心思太单纯了 宛如婴儿一样 那时候的人好像什么呢 我做个恰当的比喻 他们就好像现在幼儿园里啊 三四岁的小孩 你看啊 幼儿园他经常举办 防止陌生人拐骗的演习 结果那些孩子 基本每次都被陌生人 用一根棒棒糖 甚至甜言蜜语呀 就给哄骗走了 他们主动跟着陌生人就走了 那些小孩 就是当时的中国人 而骗孩子去做人生果的坏人 就是美国 那么幼儿园的园长呢 就是邓小平 是他引入坏人 又骗了整个幼儿园的孩子 就是全体中国人 从那一刻开始 中国人又开始被制造成人生果了 没有成为人生果 侥幸活下来的呢 那也变成了美国人的奴隶 大家明白了吧 接下来 太宗设武朝 大家注意一下啊 你看武朝两个字 你想不到吧 整个西游记中 只出现一次 就是这里 那么武朝是什么意思呢 武朝有两个含义 第一个是如日当午的意思 就是太阳最高 阳光最亮 这个时候 不是说人间处处光明 这里说的是 邓小平的权力 如日中天 无人可以截至他 这个就是邓小平时代 那么第二个含义呢 这就是乌朝禅师的意思 乌朝就是没有巢穴 我前面说了啊 乌朝禅师就代表了夺赦 因为灵魂他随便搬动啊 所以邓小平的时代 就是乌朝禅师的时代 到处都是夺赦的人 我真是服了啊 这个邓小平啊 他到底安排了多少人夺赦呀 我估计整个中顾委全夺赦了 然后你看啊 他让魏征请陈玄藏入朝 此时魏征代表了高原喇嘛 陈玄藏就是所有夺赦的人 你比如啊 陈云死在邓小平前面 所以陈云在邓小平活着的时候 他就夺赦了 而操作这一切的就是高原喇嘛 因此你看这个情节 你注意啊 这里只有三个人 没有外人 一个就是唐太宗 一个就是魏征 一个就是陈玄藏 外人都不知道 这三个人有精度的代表 唐太宗代表了邓小平 魏征代表了高原喇嘛 陈玄藏代表所有夺赦的人 就是九转灵魂 大家要明白一点啊 此时的邓小平二世也在这里 就是陈玄藏也代表了邓小平二世 这就是神仙的时间观念 大家必须理解 此时你看 唐太宗要陈玄藏穿上袈裟 这就代表着夺赦 陈玄藏穿上袈裟 拿着西杖 这代表什么呢 这代表完成了夺赦 也拿到了权力 这个地方啊 真的不好解读 大家必须明白 神仙的时间概念和人类不一样 现在时间是重叠的 我这么说吧 此时的陈玄藏 就是1987年的邓小平 他披着袈裟 代表了他有了夺赦的资格 同时 此时的陈玄藏 也代表了已经夺赦的那些人 比如1995年的陈云 和1997年的 这个邓卓蒂 大家理解了吧 然后呢 陈云玄藏就走上大街 所有人都夸奖他 夸奖他什么呢 夸奖他的改革 开放 救世好 救世庙 您就是伟大的改革开放 总设计师啊 你这个小矮子 这个老人 他不是画了一个圈 他这画一个圈 那戳一个洞 他就把深圳这座金山 给弄出来了 退而不休 他退而不休啊 他直接对全国人民说 不换思想就换人 这就是邓小兵的霸道 虽然我已经退休了 虽然我已经 我宣布 我什么事都不管 但是整个中国 都在我的手心中 谁不听我的 我就直接弄死你 大家明白了吧 这就是邓小兵 你看看他这个黑眼圈 是多么的明显 但是在那个时代 有几个人能看透啊 邓小兵是最大号卖国贼呢 老百姓不是还傻乎乎的 对着邓小兵唱赞歌吗 这就是这段话中 长安男女 他们齐声赞美邓小兵 但赞美陈玄奘 他们代表了 所有的中国人民 然后陈玄奘回到寺庙 这个时候寺庙代表了朝廷 那些僧人都是高官 他们一看啊 陈玄奘披着袈裟 拿着西藏 就知道邓小兵 拿到了最高权力 而且还得到了美国支持 所以他们就全听话了 大家明白这段 的深刻含义了吧 你看那些僧人啊 他们看陈玄奘 是什么呀 是地藏王菩萨 地藏王啊 那是地府的最高长官啊 他代表着死人啊 所以你就单看这段情节 你按小说里面的逻辑看 你说 唐僧穿上这么华丽的袈裟 他怎么可能像地藏王呢 对不对 起码他也是观音啊 朴贤啊 文书啊 这个档次 但是神仙特意说了 唐僧啊 就是像地藏王 这就是直接说 邓小平 带来了中国人民的 大量死亡 因此 此时啊 红日西坠 就是太阳落山了 整个邓小平时代 中国没有了光明 然后我们注意 最后一首诗啊 叮咚三响 是说的 邓小平 两次严打 再加上 1989年 大开杀戒 这是三次杀人 杀死了所有的中国革命者 上叉辉煌 代表了上层的狂欢 孤村冷落 代表了百姓的悲惨 这句话你直接理解为啊 先父代后父 就准确了 先父的就是邓小平 积极通的 就是中顾伟那一帮人 后父的就是老百姓 而后父的本质就是贫穷到死 大家理解了吧 那么你看啊 最后一句 作者直接写了啊 练魔养性 看到了吗 如果你看小说里面的逻辑 那么唐僧披上了观音的家裳 他怎么可能练魔养性呢 他不是大圣僧吗 所以小说里面 这就不合逻辑 但是你知道啊 这是写的邓小平时代 那你就完全明白这句话了 这就是写的现实 邓小平自从掌权之后 马上就在自己家里 修建了一个练魔室 这里就是每天都送进去 童男女 被残忍的杀死 练出来肾红素 好让邓小平准备夺赦 你看看 邓小平这根本掩盖不住的黑眼圈 你就知道 他杀害了无数的童男童女呀 他就是人间恶魔呀 他就是观音寻找的那个真正取经人 邓小平作恶之身 就是周恩来都远远比不上 所以呢 我必须杀了他 给所有被害死的童男女 报仇血恨 天理昭彰 报应不爽 之前是时候不到 而现在已经到了正义降临的时刻 我呢 一定用神仙赏赐给我的天道利剑 砍下邓小平的狗头 这个我一定会做到的 大家耐心等着吧 接下来呢 到了七日之后 陈玄藏讲经 这时候观音菩萨要去 你看他对木叉说 以一七继承七七 这什么意思呢 一七说的是1917年 俄罗斯十月革命了 然后苏联就建立了 这就是西方协身的马列左手 给中国打了一个样板 七七就是七七事变 日本全面侵华 这个你看成右手满青 那就对了 现在就是苏联和日本 都没有成功改变中国 因为毛主席建立的新中国 是世界的主人 大家明白了吧 可是到了现在呢 到了邓小平时代 所以观音就说 这个时候就可以了 就是啊 邓小平他继承了马列和满青 他一个人给统一了 而马列和满青 都是要中国亡国灭种 所以邓小平就是双倍的 要中国灭亡 你看这个人是多么的恶毒 说到这里啊 我突然又想起 愚蠢的郭继承了 郭继承和邓小平一样 他不但统一了马列和满青 甚至他还发展了马列和满青 他说宇宙万法 那个源头就是如如 大家看看这个视频啊 当你有了西方协身 要以马列和宗教 共同灭绝中国的 这个概念的时候 你再看看 郭继承这个马列教授 他是多么的愚蠢呢 而他为什么被网络热捧呢 那就是因为 网络完全被西方协身的人间马仔控制 他们会特意挑选这样的傻子 还捧他们到最高处 你比如啊 郭继承 王德峰 等等 他们都是真正意义上的弱智 在我看来 他们的大脑就完全没有发育起来 但是他们的舌头却变态的长 所以他们一天天的胡说八道 也因此他们赚到了钱和地位 他们为此沾沾自喜 但是他们根本不知道 在西方邪神的人间马仔看来 他们这两个人就是蠢傻子 马云马化腾这帮人 怕的是革命的人民 觉醒的人民 而郭继承王德峰这样的人 对马云和马化腾来说 越多越好 因为他们两个 他们这样的人 他们这种人都是蠢傻子 第一句话比方说 《金刚经》里面这么说 如来说 世界 如来说有一个世界 第二句话马上来了 这非世界 就不是世界了 第三句话马上来 世民世界 所以称它为世界 于是我开始发表了 我这样的征风词 第一句话说 如来说你们是夫妻 全场掌声雷动 这个档次比较高 如来说的 掌声落定之后 我第二句话来了 这非夫妻 全场一下子沉默 人们带着疑惑的眼睛 看着我 我相信他们其中有些人 在揣择这个教授 今天脑子进水了 在大家的惊恶之中 我终于说出了第三句话 所以是夫妻 大家还是安静得很 为什么没懂 这算什么话 突然有一个朋友 站起来说话了 王老师说得好 你送了一部金刚经给他们 我来为你做出解 他直播奉拥的上来 他是读过金刚经的 中国人认为 宇宙万法的那个源头 它是什么 它是如如 对吧 所以这个词叫如来 我记得如来 这个词有秘密 如来 如来 来了吗 如来吗 他真来了吗 如来 到底来没来 如来 如来 他真来了吗 如来 你看 来没来 如来 看到了吧 此时啊 大家把自己带入 马云 马化腾那个地位 你看看人间 你要的是什么 你要的是 人民啊 都做奴隶 那么人民不肯做奴隶 怎么办 就以宗教麻痹他们 那么 你就要挑选 人间的传道者 教堂 寺庙 道观 当然是主要力量 可是民间那么多 不去宗教场所的年轻人 怎么办呢 你当然要找人对他们的思想传教了 你找谁呢 现在你看到这俩人 是不是如获至宝 对 就是这俩二傻子 你看这俩人 一个又是夫妻 又不是夫妻 一个是如来 来没来呀 天底下还有比他们更傻的人吗 他们不是装傻 而是真傻 他们是真的 又是夫妻 又是如来 夫妻如来 如来夫妻 来来回回 循环不断 看到吗 为什么这两个人被捧起来 就是因为这俩人是真的傻 当大家明白了这一点 你就对网上的六贼 有了直观的印象 以后呢 大家就能更容易地分辨六贼 而且呢 不会被他们的社会地位所压倒 你看他们呢 社会地位虽然都是教授 可是在东方神仙面前 他们两个人是大脑萎缩的弱智 你作为一个正常人 你不需要害怕他们 你反倒要可怜他们 这两个大脑发育不全的人 好容易找到了这么一个发言的机会 那还不满嘴喷粪吗 大家同情一下这两个人就好了 这就是我们做人的善良 当然啊 我们在感情上同情弱智 但是在思想上要严肃而且有力地批判 这俩人的二傻子思想和行为 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看看西游记 此时观音看到 唐僧是明智金蝉 这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 邓小平时期 他的御用文人一直宣传 中国没有文明 中国人的祖先都是愚蠢的 只有西方才有文明 其代表作就是 中央电视台在八十年代 他拍了一部纪录片 何商 这个纪录片 从根子上否定了中华文明 他们说这个世界上 只有西方文明 才是真正的文明 这就是邓小平搞出来的 这就叫明智 他要给中国人开启智慧 你看这不就是鲁迅吗 鲁迅又活了 他就活在邓小平时代 他还进了中央电视台了 同时你看啊 唐僧讲经讲了三部 第一个就是 寿生渡王经 这个你理解为夺社就好了 这就是说 排在邓小平心中第一位的 就是长生不老 永远不死 那么第二个呢 是安邦添宝 这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邓小平说的改革开放 因为中国以前 就是毛主席时代 邓小平不是定义 那个时期为混乱吗 那么到了他的时代 这可不就是安邦了吗 这不是天宝了吗 这个安邦天宝 就是现在金灿荣宣传的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可以打败中国 这就是邓小平 胡锦涛培养的吹鼓手 这就是安邦天宝的具体体现 那么最后一部经书 叫做劝修功 这个就是邓小平 胡锦涛 要中国人民安心做奴隶 一直辛苦工作到死 你不死 你就工作 这一部经书的著名宣传手 就是郭继承 这个郭子啊 真是哪里都有他 可惜啊 他不是九转灵魂 否则我真一刀砍掉他的脑袋 我倒是看看 他脑袋被砍掉之后 他还能不能说 砍了吗 如砍 到底砍没有啊 如砍 那你脑袋掉了吗 如掉 这个问题 估计啊 够郭子玩到下辈子的 如果他还有下辈子的话 那就一直玩吧啊 我们看看 郭子是怎么宣传 劝修的 不经过若干的考验 你断不可能成为人才 你此生有多大的历练 你会有多大的成就 世界非常公平 你看古代的帝王 这些帝王 哪一个不是九死密的一生 人家正是以九死密的一生的苦 才赢得那帝王的尊贵 有道理吗 我们现在的有些年轻人 加个班就抱怨 你看看 吃一点苦就得算计 有一点奉献都得委屈 情况 朋友们有没有这种情况 你怎么可能有成就 朋友们 吃多少苦 有多少福 一辈子记住 所以年轻人 当加点班 吃点苦的时候 且不要抱怨 世界太公平了 吃多少苦 有多少福 这一辈子 朋友们 吃苦是一种福报 听完这段话 你就完全清楚 唐僧的第三部经书 劝修功 是怎么样的一部经书了吧 这就是 邓小平 胡锦涛 马云 马化腾 他们通过 郭继承这样的无良文人 不断对人民灌输 吃苦就是福报 你必须吃一辈子的苦 那么邓小平 胡锦涛 马云 马化腾 他们才能享福 大家懂了吧 这三部经书 可不是神仙随便写的 这里每一部 都有深刻含义 而且 现实中有直观的对照 大家现在 看完这三个人 你就明白了 此时呢 观音出面了 他说呀 唐僧 你只会谈小成 却不会谈大成 这地方是什么意思呢 这里的意思非常明确 你注意啊 上面三部经书 第一部 罗社 这个是邓小平 个人的事情 第二部 安邦天堡 这是吹嘘改革开放好 这个和美国无关 还是他个人的事情 第三部 劝修 这个是国内的汉奸卖国贼 压榨中国人民 这个还和美国无关 所以这里观音的意思是啊 邓小平 你说了半天 吹了半天牛 都是你在国内享福 这就是小成佛法 你怎么不讲大成佛法呢 大成佛法是什么呢 就是对外输送利益 这个玩意你为什么不讲 这就是美国西方对邓小平不满意了 你自己吃香的喝辣的 那么我们呢 别忘了是谁捧你上台的 此时唐僧就大喜啊 为什么呢 因为观音来了 就是西方美国都来了 你看啊 他跳下台子 看到吗 着急的他都不用走的了 而是跳下来 这就是说 邓小平太在乎 长生不老了 为此他可以出卖一切 他说呀 我只知道小成 这就是说 我只会吹牛啊 我只会对内压榨 但是我不太会对外输送利益 这就是卖国也需要本事 这个本事啊 邓小平没有 你看 慈禧太后他多会卖国呀 他一条一条一条的 给你签了一个卖国协议 大家还以为他昏庸 其实他是精准的在卖国 但是邓小平 连慈禧太后这点本事他都没有 这就是说的啊 政治体制改革这个路线 完全是西方给邓小平制定的 邓小平他自己都不会 此时观音说 你这个小成佛法 不能度亡者超生 这什么意思呢 前面明明说了 夺赦 这里怎么又不行了呢 这地方意思是啊 观音对邓小平说 你只在国内压榨 我肯定不赏赐你夺赦 这就是说 只有1984年的 还是83年的忘了 84年的 经济体制改革 那个观音根本就不搭理邓小平 必须有1987年的 政治体制改革 开始对外输送利益了 观音才赏赐邓小平夺赦 观音说的 我有大成佛法三藏 这个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文件 同时这也代表着 开始制作人参果 供养西方邪神 此时唐太宗来了 观音说 我来自大西天 天竺国 大雷音寺 如来佛那个地方 这就是直接告诉邓小平 西方邪神的存在 那个邓小平就大喜啊 他说 快请上台开奖 那个就是啊 时间到了1987年 政治体制改革开始了 邓小平疯狂对外输送利益 然后换取了西方邪神 给他夺赦终生 终于到了1997年 也就是十年后 邓小平夺赦了他的亲孙子 邓卓蒂 现在邓卓蒂 在北京市桥牌协会 天天打桥牌 大家想一下啊 这个人 之前是广西苹果县的副县长 为什么 到了2017年 他突然不当县长了 开始啊 反而跑到北京 桥牌理事会 打桥牌去了 你看看时间 2017年 就是十九大 这你还不明白吗 十九大 习主席对国内外所有敌人 正式宣战 所以邓小平 第一个就被拿下了 现在 这个叫做 邓卓蒂的中年人 他身体里面 就是邓小平的灵魂 你看看 他这个黑眼圈 简直就是将九转灵魂四个字 刻在了他的脸上 那么这一集呢 我就在这里 直接对邓小平说 现在开始 你就洗好了脖子 等待天乏的到来吧 这一天 肯定不远 到时候 我会一刀砍掉你的狗头 此时呢 观音登台讲法 你注意啊 这里写了 木插会案 这就是说 路线到此彻底分叉 1987年 邓小平完全丢开了毛主席路线 走上了卖国的道路 这就是汇集大洋彼岸 而且他还是在左边 左边为尊 这就是说 整个改革开放以来 外贸导向型经济 就是最高的经济路线 要一切跟着洋人的指挥棒转 洋人需要什么 我们就生产什么 洋人嫌脏嫌污染的企业 邓小平全接过来 让中国人去做 为此付出的代价 是全体中国人的生命健康 和中国自然环境的极度恶化 而邓小平根本就不在意 这个地方我就不展开了啊 前面说了很多 否则我一说起这个 我就会生气 而且没完没了啊 反正我早晚要杀死邓小平 到时候我亲自找到算账 我们再看啊 对观音菩萨的描述 你看啊 九霄华汉里献出女真人 看到吗 神仙直接告诉了我们 邓小平时代的中国 女真人就是满清 她就是中国实际的主人 我就直接说了啊 邓小平胡锦涛时代的中国 就是满清的延续 甚至他们比满清还要恶毒的多 他们是满清二世 满清是借助了邓小平胡锦涛 他们夺赦重生在了 毛主席的新中国 所以武清风 这就是说 当时整个宣传机构 都是吹嘘满清 吹嘘宗教 洗脑全国人民 砸宝珠 我具体举例啊 你就是看现在的黑人 已经被邓小平 胡锦涛引入了多少 大家看看这个图 这个洛南街 在湖北武汉 你看这个派出所 竟然有一堆黑人做警察 我对于体制不了解啊 我更不了解警察体系 这个是不是警察 我不清楚 也许是辅警 或者什么玩意儿吧 他们也许会说 这都是志愿者 当然 他们开始会 以此为掩护 为伪装 但是你看他们的服装 一群黑人 已经在湖北武汉 中国的核心地带 开始执法了 看到了吗 这就是胡锦涛 要打造的女儿国 胡锦涛那个女儿国 他的本质 就是将上海 民国时候的上海 那个洋人的租界地呀 他要放大到全中国 让整个中国都成为洋人的租界地 最高层呢 那就是洋人 他们做主人 中间层是打手 打手就是黑人 而全体中国人 这里特指汉族人 就是处在奴隶的位置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看到吗 华人在胡锦涛的女儿国 就是和狗一样的地位了 而这一切 竟然就发生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 全国人民竟然没有觉醒 没有醒悟过来 这不得不说实在是太可怕了 你仔细看看这张图 你再想想 民国时候底层老百姓的悲惨一生 你不要怀疑了 如果没有习主席 没有习主席二十大的伟大胜利 那么不过十年 民国时候的苦难 直接就降临在你的身上 我都不说你了 我就说你的儿女 他们全被制作成了人参果 你想想你可爱的孩子 他们就被不知道多少个邓小平 制成了人参果 因为这帮人要永生 所以他们必须吃掉你的孩子 好了 这个真的是让我非常的愤怒 因此呢 我就不能多说 大家自己看看这个照片 你深刻体会那个悲伞可怕的景象 这就是杂宝珠 还有什么非东洋 这个就是日本 我就不多解释了 最后你看啊 观音菩萨那个玉镜瓶中洋柳枝 是干嘛呀 撒大鳄 看到了吗 这里神仙都直接告诉你了 观音菩萨那个洋柳枝 就是泼洒病毒啊 人间的苦难 或者我精准点说 所有的疾病 甚至我直接说武汉 发起那个疫情 就是观音菩萨为代表的 西方邪神亲手制造的 大家懂了吧 因此你看唐太宗喜欢的 都不要江山了 唐太宗 这个时候就是邓小平 文武百官吃了朝礼 就是国家的官僚体系 全乱套了 而人民呢 还傻乎乎的在念 南无观世音菩萨呢 此时就是政治体制改革开始 你也可以认为 这就是所有的 卖国路线 全面执行的时代 接下来呢 观音就走了 但是呢 唐太宗已经要人 画下了观音的画像 这个就是说的 邓小平时代 大肆修建 道观寺庙 就是 开始大力发展宗教了 最后观音留下的话 你看这一句啊 超鬼出群 这就是说 你们要挑选最坏的那个人 送到西方来取经 为什么呢 因为好人不会当汉奸 他不会卖国的 只有坏人 才极度的自私自利 才能当上大汉奸 真是啊 西游记里面的文字 你仔细去看呢 真的就是直白的写出来了 取经人都超鬼了 能是好人吗 这时候 唐太宗就问 谁能去取经 唐僧说我去 于是他们就结拜为兄弟 其实此时的 唐太宗和唐僧 都是邓小平 他自己和自己 拜靶子了 然后呢 唐僧回到了自己的寺庙 这个寺庙叫做 洪福寺 洪福什么意思呢 就是洪福齐天 大家注意一下啊 在这一段文字出现之前 神仙一直没有写 唐僧住在什么地方 这是第一次写出来 唐僧住的地方 这个寺庙叫做 洪福寺 这就是说 神舟的福气 洪福齐天 齐天大圣 就在这个地方 这里代表了啊 东方神仙保护下的 神舟大地 那么此时呢 唐僧就改变了身份 他不再是邓小平 也不是汉奸卖国贼了 此时的唐僧 准确的代表了 毛主席 习主席 你看后面写了啊 三二年 三就是习主席的 第三个五年 二就是两个一百年 五七年呢 这个就是 1957年 大家看看 这个年份发生的一件大事 你看这个图啊 根据党的八大精神 和党内外出现的新情况 新问题 中央决定 从整顿党的作风入手 克服官僚主义 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1957年4月27日 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 毛主席后来指出 党希望通过整风 达到这样的目标 造成一个 又有集中 又有民主 又有纪律 又有自由 又有统一意志 又有个人心情舒畅 生动活泼 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这就是整风运动 也是打击右派 严惩一切汉奸卖国贼 右派就是汉奸卖国贼 这个时候是八大 你现在看成十八大 那是一模一样 看成二十大更准确 但是这一次的整风 肯定要比八大强大得多 因为这已经到了 全新的时代 那些牛鬼蛇神 他们失去了所有的能力 他们只能瑟瑟发抖的 在等死了 这一次 他们没有任何能力反抗了 大家明白了吧 然后你再看 唐僧说 我要尽忠报国 这就是毛主席 习主席 他们的精神展现 同时你再看最后 要让松枝头向东 松树代表了攻心 向东更是东方路线 你看这句话 但看那山门里 松枝头向东 我急回来 不然断不回矣 这意思就是 如果革命不成功 我就不回来 这就是习主席那句话 我将无我不负人民 第二天 唐僧要出发 唐太宗送到他 紫金钵鱼 钵鱼啊 你可以理解为 老百姓的饭碗 这就是习主席说的 中国人民的饭碗 要牢牢端在 中国人民手里 还有一个银色的马 银色就是白色 就是东方路线 那个字代表了强壮 这是说强大的东方路线 你理解为一带一路 理解为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就对了 那么此时的唐太宗是谁呢 他就是习主席 而唐僧呢 也是习主席 唐太宗为唐僧取名三藏 这个三说的就是 第三个五年 之前两个五年 那不是要藏起来吗 然后唐太宗 将一抹故乡的土 放在了酒里面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后面那句话 宁恋本乡一年土 莫爱他乡万两金 这就是代表了 习主席坚定的民族精神 或者你这里理解为 华谊之变 也完全正确 最后唐僧说 只在三年 进回上国 这就是代表了 习主席第三个五年 中国就能回到世界之巅 大家全看懂了吧 此时唐僧取经 取的是天道真经 走的是东方大道 在习主席的第三个五年开始 中国就彻底走上了全新的道路 是彻底对汉奸卖国贼要清算了 之后就是一路坦途 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 这一刻的唐僧 就是现在的习主席 就是为中华民族取来真经的领路人 这一刻呀 真的我是千言万语都说不出来 那么这个时候 我就把千言万语 汇成一句话吧 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习主席的身边 坚定跟随他的脚步 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努力前行 奋斗终生 好了 这一集就到这里 下一集再见 这一集再见 谢谢观看